据英国路透社报道,美国共和党中最偏执激进的反华政客卢比奥,昨天居然提出要立法禁止中国的华为公司,通过美国的法院,向美国企业索要专利费。此举也直接震惊了不少美国网民。 惊呼这个美国国会中的爱国贼,正在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得像个流氓。 其实前两天,耿直哥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卢比奥这个美国最癫狂的反华政客,以及这个天天指责中国盗窃美国智慧财产权的伪君子。 是如何在华为公司及其持有的五万多个关键专利面前耍弄双标。 反过来侮辱华为是专利流氓的华为仪式。 美国反华政客的智商就露现了,可尽管他的言论,在美国并不得人心。 不少美国的科技界人士也表示,华为完全有权向美国企业索要专利费。 卢比奥这个打住爱国之名行骇国之识的美国爱国贼,却似乎不撞南墙不回头。 非要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把脸丢光了才罢休。 这不? 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卢比奥昨天居然提出要修改美国的国防授权法,禁止华为等被美国视为威胁的中国企业, 在美国通过法院,向美国企业索要专利费,而即便华为的专利,被美国企业侵犯。 卢比奥也要禁止美国法院受理这些案件。 换言之,这个卢比奥是打算让美国不是偷而是明抢中国企业的智慧财产权和专利技术了。 路透社报道原文截图。 当然,明眼人都清楚,它这么做会给美国的形象带来怎样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在境外的社交平台推特和脸谱网上, 众多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网民, 此刻都已经被卢比奥这种坑害美国的做法给惊呆了。 纷纷表示难以置信。 其中在推特上, 有美国网友就表示卢比奥的做法, 简直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会损害美国专利系统的声誉。 有网民还挖酷说, 所以卢比奥的意思是, 外国企业只能给美国专利掏钱, 却不能要求美国支付专利费用, 否则你就闹自杀。 而在脸谱网上,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网民, 也同样在吐槽卢比奥, 这种蠢出天际的做法。 比如下面这位网民就讽刺说, 我觉得这件事最神的地方是, 卢比奥这货还能出现在国会里。 其他网民则分别质问说, 所以, 美国公司可以从别人那里偷东西了, 而且挨罚的还是别人, 天哪! 所以让美国复兴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 就是去抢别人的东西。 如果是认证过的专利, 使用就应该付钱。 如果用了不给钱, 华为完全有权去起诉, 不能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企业, 就随意不给人付钱, 美国的这个做法很不道德。 一条高点赞的网民评论还这样写道, 这下, 美国在智慧财产权保护上的自诩的正义形象, 彻底崩塌了, 他们在乎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罢了。 不仅如此, 就连很多之前认为, 中国应该加强对美国智慧财产权保护的美国网民, 也对卢比奥如今打算禁止中国企业, 在美国维护支援产权的做法感到坏面。 下面这位网民就说, 我有点猛了, 你希望中国尊重美国的专利, 所以你要拒绝保护中国的专利。 卢比奥参议员, 你的做法实在太蠢了。 有网民更表示, 这简直是在给中国送炮弹。 等于是在告诉中国人, 完全没必要再去尊重和保护美国的智慧财产权了。 所以, 耿直哥觉得此时此刻, 我们中国人, 确实有必要分享给美国人民一个在我们中国很受认可的真理了。 即, 抵制X货。 不如抵制蠢货。